你收什么 你收什么 谁你给我收什么 闭嘴啊 蓝艺男子被捷运保全 从后方抱住 远警接获报案 也赶来现场了解状况 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只是看他站在那边 去骂这个小姐 我没有 听说是有女生的 一名女子拿着手机拍下全程 指控对方辱骂女乘客 双方就在往板南县方向的出口 吵成一团 你才闭嘴 闭嘴 你才闭嘴 呼喊闭嘴 远警和捷运站人员 联盟安抚情绪 避免纠纷扩大 演变成肢体冲突 而在捷运站闹市的布局这里 在捷运车上 一男一女为了轮椅压到酒 吵了起来 穿粉红色洋装的女子坚持 轮椅没有压到人 但当事人指控 在同一个车厢 已经有两个人被压到 偏偏对方不盗窃 反控黑库男站的位置有问题 当事事后将影片po上网 指控这趟捷运路 对方从捷运中山站 骂到石排站 更解释 轮椅会一直压到脚 是因为对方 没有把轮椅刹车拉起来 导致列车一起步 轮椅就会倒退撸 这样不仅容易碰撞到其他乘客 对坐在轮椅上的长辈来说 也很危险 只是双方 谁也不愿意先低头 一直降弛到 轮椅推出车厢 才终于结束这场口水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